好,刚才在第一段,作者讲了训练大象两种方法,一种是强悍法,一种是温柔法,强悍法是一个比较缺心耳的方法,那么下面肯定要谈论,这个the gentle,就是温柔训相法,是怎么一回事,咱们从第二端开始看,先来看第二段的第一句话,咱们 The first essential in elephant training is to assign to the animal a single mahout, who will be entirely responsible for the job 他说,这个在训练大象方面,第一个要素,这个essential,注意,咱们以前比较熟悉做形容词,叫这个至关重要的,这个非常重要,极其重要的 在这注意,当名词来用,是要素,要点,基本要素,后面这个in elephant training,是后制定语,是修饰essential,在大象训练方面的基本要素,是什么呢 is,是系动词,从to do开始,一直到居末,这明显是动词不定式,当做表语来用,就用be to do 动词不定式做表语的时候,加不加前面动词不定式符号to,大家回顾,这个知识点是什么 大家还记得,就是在前面,就系动词之前,如果出现了十一动词do,那么后面这个to do的to一般就可以省略 如果前面没有出现十一动词do,那么后面这个动词不定式符号to,就必须得写出来 前面有do,后面to可以省,但不省也行 前面没有do,那后面to一定要写出来 注意前面这个do不是主动词,而是十一动词do 像all I have to do is dream,all I have to do is dream,这是一首英文歌的名字 all I have to do,出现十一动词do,is dream,当然也能说is to dream,那个to就被去掉了 但这里这个to是不能省的,因为前面没有出现十一动词do,这是在第一课就讲过的知识的复习 那么assign,我们在圣词中讲过了,这是assign的第二个意思 表示直派某人去完成某个任务 它的搭配可以用assign somebody to something 在这儿,somebody就是a single mahout,一个训向师 但是训向师后面还挂着一个定义重句,黄颜色呼应的定义重句 修饰这个训向师,这样一来,这个人就比较长了 所以把assign somebody to something,换成assign to something,somebody,人后制了 这是生词中讲过的结构 那么be responsible for,是为什么什么来负责 下面看剧中的一些更精细的一些小细节 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要素,要点,必需品 大家注意,essential 当名词来用 是一个可数的名词,而且特别重要 这个含义本身就很重要 我们大声再读一遍 Essential,什么意思呢 Fundamentally necessary element or thing 一个基本上,从根本上来说必须的一个元素 或者一个事情,就要素,要点 或者反正必需品,必要品 这叫Essential 咱们多看几个例子 比如说,a knowledge of French is an absolute essential 那么要了解法语,会说法语 这是我们绝对必须的一个要素 或者一个必须的一个条件 必须要懂法语 这是基本条件 The essentials of English grammar 英语语法要点 就是把英语语法的精要把它做个总结 这是要素,要点,最重要的内容 再比如说,food, water, and other essentials 食物,水,还有其他的必需品 就是必不可少的最重要的东西 这个感觉我们叫Essential 注意,它是一个名词 跟形容词最重要的 至关重要的可以通知记 文文中是名词的要素 训向的第一个要素是什么呢 是要给动物指派一个训向式 我们刚刚说过 assign这个搭配 在这里用的是assign somebody to something 指派某人去完成这么一个事 去应付这么一个事 文文中是为了句式平衡改变语区 assign后面先说to the animal 这个分配来复制它处理这个动物 然后再说指派谁呢 后面somebody太长了 就是a single mahout 后面在这定义中句 这改变了正常语区 为了避免通通供侥幸 就是安排一个训向师 来全权负责处理这个动物 就是这头像 好,下面咱们来看第二句话 他说 elephants like to have one master just as dogs do and are capable of a considerable degree of personal affection 他说这个大象跟狗有点像 like to do 表示喜欢做模式 他们喜欢有一个主人 不愿意主人太多 这大象比较忠贞 这个just as dogs do 是状语 方式状语 在里面 as dogs do 当然是一个状语从句 那么just是限定这个从句 正像狗那样 just as dogs do 这个do就类似于前面这个 have one master 或者like to have one master 狗喜欢有一个主人 这个大象也是喜欢有一个主人 just as 什么什么什么do 这个结构 在三侧的结构 一会后复习 and 引出病例句 and are capable 并且他们怎么样呢 两个病例句 主语一样 都是elephants 第二句话 直接跟魏东斯了 并且能够什么呢 be capable of 是能够 能够有什么呢 能够有 considerable degree of personal affection 相当高程度的个人的感情 私人感情 就是能够和主人建立相当深厚的感情 我们知道considerable是个书面语 就相当多的相当大的可观的 degree程度 什么什么的程度可以叫of 就是个人感情 affection表示慈爱柔情感情 三侧就讲过 这里边有几个小地方怎么看一看 第一个就是just as 什么什么do 这个基本结构 咱们回忆起来了 在第二十课 我们曾经见过一个类似的结构 就是在一百一十五页第二行到第四行 就是处处在第二十课舌毒 一百一十五页第二到第四行 一百一十五页第二到第四行 it was not forced upon them by the survival competition they could have caught and live on prey without using poison just as thousand the sound of non-poisoned snakes still do 正如什么什么那样 这个并没有被强加 这个被生存的竞争 而强加到他们身上 他们完全可以像数以千计 那些没有毒的毒蛇那样 怎么样呢 他们可以抓住 并且吃那些 这个这个 他们的猎物 而不用毒 他们没有毒的话 也能生存 正如那些没有毒的蛇 那样 没有毒的蛇不就是 抓动物并且呢 没有毒 也能够以猎物为生 这个do可以代替前面这个 catch and live on prey without using poison 这么一个结构 跟本文类似 正如什么什么那样 用do代替前面出现 我的动词端语 那后面这个 personal affection 就是私人感情 这个affection 表示感情 柔情 这在我们三册 第九个 飞猫那个时候讲过 我们再读一遍 affection affection 就是表示 a feeling of liking for a person or place 就是喜欢的这种感情 喜欢一个人 或喜欢一个地方 感情 喜爱 甚至发现柔情 都可以 like in 后面这次叫for 感情后面都跟for 对吧 是这么一个 我们来再回忆一下 三册讲的 它的同格的形式 有感情的 充满柔情的 在后面叫at 老师说过at 只有在动词里面 才发ate 使用词应该发ate 不是发ate 发ate 而不是ate 大声来读一遍 affectionate affectionate 注意是net net 不是nate 这充满柔情的 复习一杯 看看三册第九个 这飞猫 讲猫怎么样呢 they can be friendly and affectionate towards humans but they lead mysterious life of their own as well 他们可能 对人非常友好 充满柔情 但是他们又过着自己 神秘兮兮的生活 be affectionate towards humans 对人充满柔情 本文中的感情 用的是affection 就是这个大象 像狗一样 喜欢有一个主人 并且可能 跟主人发展出 非常相当高程度的 个人的感情 私人感情 后面说明是 他用例子来证明了 你不先看看 还有这样的例子 咱们看下面的 第三句 他说 还有啊 甚至有这样的故事 什么故事呢 就是这种训练到一半的 这个小象的故事 这个calf 就是指什么大象 什么牛的幼崽 怎么说过 就是小象 那什么是哪些小象 这个who一直到剧末 整个黄颜色的是一个大的定义充具 定义充具里面结构比较复杂 关系代替库 作为定义充具主语 后面说怎么样 他拒绝进食 这个feed 是指动物 吃东西 进食 无论是肉食草食都行 如果以什么什么为食 feed 后面加这次 就好了 这是我们老知识 feed 一般主语不能是人 是人的话 一般是开玩笑 这么说 一般是动物进食 并且怎么样 他们不但是拒绝进食 而且他可以憔悴到死 这个pine就是表示 因为伤心 思念 心中情绪不好 憔悴了 叫pine 这个p-i-n-e 这是我们过去分词 因为have 完整食 refused 跟他并练 所以后面加了个字母帝 它动线是p-i-n-e 做名词是松树的意思 像松树一样憔悴了 对 就是 这个肉都没剩骨头了 一把骨都憔悴了 憔悴 today 憔悴到死了 在什么时候 when开始到剧目 是迁套在定义数据内部的时间状语数据 当然怎么样 这里面又迁套一个方式状语 by some unavoidable circumference 就是这个by 在这可以看出 应该是原因状语 when by some unavoidable circumference 当然由于某些 不能避免的 难以避免的一些情况 circumference 情况 条件 环境 状况 这个by 我在墙那边 是因为 当然 因为某些难以避免的情况怎么样 他们被剥夺了他们自己的训练的主人 有些故事里说 小象由一个主人来训练 训练的一半主人有事 被迫得离开了 或者主人甚至得病死了 就看不到主人了 小象甚至思念主人 憔悴至死 不吃东西 最后饿死了 当然是传说了 未必是真的 这里边有一些词 咱们看一看 首先 have refused to feed 这个feed 注意 是进食的意思 在这 是当一个不可署名 不及物动词来用 是吃东西 进食 它的主语是动物 表示这个含义 咱们先复习26课 咱们曾经见过 155页的最后两行 155页课本最后两行 先复习 And then when they were dead The carnivores like the saber-toothed cats and the giant wolves came out to feed and suffer exactly the same fate 然后当他们死了之后 那些肉食行动 像这个剑齿虎啊 像什么孔狼啊 他们就出来进食了 就出来进食 就是came out to feed 是进食了 然后遭遇了同样的命运 suffer exactly the same fate 遭遇了同样的命运 就是feed 进食 注意 再表示进食吃东西 是个不及物动词 如果表示以什么什么为食 刚才说了 我们加记词 on 叫feed on something 这个我们复习在26课也见过 155页的第6行最后 到第7行 155页第6行最后 到第7行 at all all living creatures live by feeding on something else 毕竟所有的生物都是靠吃别的东西为生 靠什么吃什么东西为生 叫feed on 这是一旦是不及物 我们加记词 但是我们feed如果表示喂养 这个时候是极物动词 就是喂养婴儿 这个病语它可以是人了 或者喂自己的什么厨艳 喂自己的小狐狸 喂幼崽幼兽可以是极物动词 我们看看23课里面见过 就是132页第13到第14行 一定要前后贯同复习 要不然四色白雪了 132页 133行到第14行 咱们看看这句话 It has not Nor does it boast of its power But belongs to the air Traveling it may be 6,000 mile to and from It's northern nesting home Feeling is flowing young As it flies 他不会疲劳 指小燕子了 他也不会炫耀自己的力量 但是他属于空中 为什么 后面是出现一大堆飞回动词了 It may be 诗语 老师讲了 那么他从北方筑巢的老家飞回 飞到这 再飞回去 来回路上要大概走 6,000英里之远 那么在空中飞翔的时候 就喂养刚会飞的厨艳 这个样 表示动物的幼崽幼兽或者幼鸟 注意 它本身就是复述了 不能再加S了 老师讲过 Feed 这是急物动词 喂养的意思 这是直接加病语 本文中是进食 吃东西 这是不急物的 那么他说 拒绝进食 并且pine to death 刚才说了 pine 伤心憔悴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pine 有其表示因为这个憔悴了 be very unhappy especially because somebody has died or gone away 痛苦 伤心 尤其指生离 死别 文文中 恰如其分 对吧 他的主人离开了 再也看不到主人了 很难受 伤心 痛苦 慢慢不吃东西 最后死了 好 我们再看 那个定义层结里边 这个时间状态层结 在什么时候pine to death呢 when by some unavoidable circumference 由于某些难以避免的 这个情况 这个by注意 刚才老师说了 在这表示原因 因为某些 由于某些 这是表示这个原因 但是pine 刚才还差个例句 咱看个例句吧 6 months later after he left she was still pining 在这个男人离开之后6个月 这个女人依然在伤心 在非常痛苦 难过 这是pine 就松树就行了 就憔悴了 最后成大松树 皮肤都裂了 这个情况就pine 好 我们下面说刚才那个by by是表示原因的一个切词 咱们看几个例子 do something by mistake 因为犯错而做了模式 因为犯错 do something by accident 由于意外而做模式 就是并不是故意的 偶然的发生 由于意外 再比如说 I succeeded by good fortune 我因为运气好 走狗屎运才成功 by good fortune 这个by在这翻译 因为好一些 再比如说 by mere negligence she has seriously wounded the feelings of Maggie 仅仅是由于 这个马虎 疏忽 疏忽大意 她深深的伤害了 Maggie 她的感情 这个by在这也是强调原因 本文中也是一样 由于某些难以避免的情况 没办法了 他们被剥夺了 这个后面不说了 多次讲过 deprive somebody of something 剥夺某人某个东西 在这被剥夺了 他们的训练者 就剥夺了主人 主人不得不离开了 这个是憔悉到死 作者说 当然这种事 未必值得我们去相信吗 我们说了 such extreme cases 咱们看屏幕吧 看看下面第四句话 such extreme cases must probably be taken with a grain of salt but they do underline the general principle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lephant and mahout is the key to successful training 这句话出现很多重点 他说这种极端的例子 就大象会不吃饭死了 当然 这个得有保留的相信 这个不可全信 这个不可全信 用的是take something with a grain of salt 就有保留的接受 或有保留的相信 这个固定搭配 咱们一会会说 green是骨子粒吗 就一个骨子粒的一点盐 带着这么一点 这是固定的习语 但是but 这是病例廉词 引出病例句 但是他们怎么样 they 这个they当然指的cases 但是这种事例怎么样 do是的确 在微动前加个中文词do 是强调肯定是第三策讲过 的确 他们的确突出了 或强调了 underline就下面画线 突出强调 突出强调了 这个基本原则 general principle 什么基本原则 和我们当然是同位从居 that开始到居目 就是这个关系 relationship between a and b 这ab之间的关系 咱们的12课 银行和顾客讲过 the relationship of a and b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 and b 都行 都可以 用of用between都对 再这是什么呢 大象和训象人之间的关系 那为什么大象和训象人 前面没有贯词呢 这同学们自己都可以说了 李老师说过 关系密切的 两个名词并列出现 往往前后都不加贯词 当作不可数名词来用 就像母子关系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ther and son 咱们讲过这个结构 一会儿还会复习 be the key to something 是固定搭配 翻译成是什么什么的关键所在 是训练成功的 训向成功的关键 成功的训练 咱们可以把词性调整 训练成功的关键所在 是什么什么的关键 这句话中出现好多细语 第一个 当然首先看一看 这个 take something with a grain of salt 有的时候可以用 take something with a pinch of thought 这个东西 salt是盐了 grain是骨子粒 就微量了一点盐 这个pinch 我们这儿pinch表示 动词表示捏的意思 一捏 动词做名词 就一捏的量 对不对 就捏起那么一小点盐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to doubt the truth or value of something 怀疑某个东西的真实性 或者怀疑它的价值 也就是有保留的相信或接受 这个未必可信 说明这个东西 或者未必值得我们去重视 怀疑什么什么的重要性或价值 就是拿着点盐来接受 这个grain和pinch 两个大肥可以提换 咱们看一些简单的例子 If I were you I'd take his advice with a grain of salt 如果我要是你的话 他的这个建议 恐怕我得拿点的盐 才能接受 什么意思呢 恐怕我得好好考虑考虑 是不是这个真的值得重视 就是我怀疑 他的这个建议的价值 恐怕这个建议 你得有保留的接受 他的建议 我未必行得通 这个意思 怀疑这个建议的价值 再比如说 Most of what he says should be taken with a pinch of salt 大多数他说的事 恐怕得有保留的相信 他说的事 他说的话怎么样 不可全信 就这个意思 就是他们 真实性 值得咱们去怀疑 本文中用的被动 就是这个 极端的例子 就是大象饿死了 因为看不到主人 而不吃饭 这种极端的例子 不可全信 就must probably 可能必须得有保留的接受 就这么意思 不可全信 但是他们 就这些例子 的确强调了这个基本原则 什么基本原则呢 这个ab之间的关系 relationship between a and b 这个两个名词并列 不加贯词 这是咱们12课就讲过的知识 咱们做复习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 and student teacher and student都是科书的 但是成对出现的 名词并列 而且密切相关 那么这时候当不可数来用 师生密切相关 成对出现 不加贯词 再比如说 the conflict between mother and son 母子之间的冲突 妈妈和儿子 密切相关 成对出现 在这不加贯词 再比如说 我们回顾在第12课 银行和顾客 就是在第70页 第二行最后到第三行 70页最后第二行到第三行 Primarily the banker customer relationship is that of debtor and creditor 那么基本来说 主要来说 银行和顾客之间的关系 就是一个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的关系 这个that代替前面那个relationship 我们讲了relationship 后面可以叫off 也可以叫between 这里用了off 债务人 债权人 密切相关 成对出现 前面不加贯词 这个知识在12课讲过 这是复习了 在这儿呢 是相和大相主人 训相人之间的关系 是什么呢 它是训练成功的关键 be the key to something 有的时候可以用hold the key to something 这to是这词 翻译成是什么什么的关键 就像是什么什么的钥匙呗 那没有这个钥匙打不开门 或抓住了 抓住了钥匙 叫是什么什么的关键 比如说我们看例子 working well as a team is the key to success 作为一个团队来非常良好的工作 是我们成功的关键 就团队合作是成功关键 再比如说 a discovery that may hold the key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universe 一个发现 什么发现 我们定义从记 可能是我们理解宇宙的关键 这个对于宇宙的理解 依然咱发现中文可以调节词性 名词呢 可以换成动词 是我们理解宇宙的这么一个关键 抓住了理解宇宙的这个钥匙 我们以前说过嘛 English has now become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Therefore if you have good command of this language you hold the key to success 如果你掌握了英语 那么你就抓住了成功的关键 也是这么来说 to hold the key to 可以这么来说 这个句子非常漂亮 前面说必须 有保留的相信 You must probably be taken with a grain of salt 然后后面呢又说这个 强调了什么什么基本原则 They do underline the general principle 我们家这个同位从句 然后什么什么的关键 是什么什么的关键 be the key to something 咱们看能不能造个句子 能不能造个句子 咱回顾一下 基本把句子复述了 这种极端的例子 虽不可全信 但是却的确突出了这一基本原则 夫妻关系是成功婚姻的关键 或者说婚姻成功的关键 都行都可以 我们来造个句子 看复述这种极端的例子 such extreme cases must probably be taken with a grain of salt 但是转折了 but他们的确 they do underline 基本原则 the general principle that 是什么呢 夫妻关系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同样不加贯词 是什么 is the key to successful marriage 好记得 这个句子立刻出来了 同样的这个marriage这个词 可数不可数都行 你表示一个一桩两桩的婚姻 是可数的 如果就表示婚姻出现这个含义 可以当不可数名词来用 也行 再回顾一下 such extreme cases 注意不要读extreme 要说话 extreme cases must probably be taken with a grain of salt 要照抄一遍 可能必须要有保留的接受 可能必须 就must probably do something 可能必须有保留的接受 但是他们的确强调了这么一个基本原则 夫妻 老公和妻子之间的关系 是婚姻成功的关键 我成功的婚姻的这么一个关键都行 好 第二段跟老师就看到这